美国太空总署NASA表示 在外太空发现了罕见的矮行星系统爆发 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奇怪的白矮行 吞噬了一颗半星 并在成为超级爆发的罕见世界中 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而NASA将该事件发表在了 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中 月报中NASA指出 已经退役的科普了太空望远镜 过去再被用来太阳周围围绕搜寻太阳系外星星 捕获了此这次发现成为可能的档案素材 根据NASA的新闻稿指出 宗矮行每83分钟就绕行白矮行一圈 两者距离40万公里 而白矮行的大小和地球相似 但是其质量却相当于太阳 白矮行的庞大质量会产生出强大的引力 将宗矮行的物质吸走 进而形成吸机盘 根据NASA指出 目前的理论推测 当吸机盘达到临界质量时 其外边缘会与轨道上的行星 发生重力共振 重力共振会让吸机盘的温度 从正常温度的摄氏5300度 飙升到11700度 该研究表示 累计巨大的热量会导致一种 成为超级爆发的重复爆燃过程 NASA进一步指出 目前的理论并未解释 每次爆发之间 为何会有较长的延迟 NASA cheating NASA E 感谢观看